再看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政策 因为他强调就是要改变 要不一样 所以往往一提出来 社会各界都大惊失色 觉得不可思议 例如他在3号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派出所可以收起来 柯文哲说明台北市已经有14个警分局了 那么报案就到分局 不需要再分那么多的派出所 浪费太多的钱 改成警备车 像是欧美的警察都是在车上巡逻和办案 用无线电来联络会更有效率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应该要把企业的精神带进政府机关 这个就是所谓的经济规模 柯市长的这一项看法 是否会付诸实现 还有待观察 但我们纵观来看 台湾的派出所制度 是从日本殖民时期而来的 现在有类似制度的 主要就是日本 台湾 还有在韩国地区是称为叫做地区队 以及中国大陆有所谓的公安派出所 柯文哲的观点一抛出来以后 内政部就回应不认同 不少的民众也觉得太颠覆了 但是也有自称是基层远景的 在PTT上面留言大力的支持 现在南港区玉城里长黄聪志 他站出来他表示很支持 因为玉城里的地形是狭长的 有时候民众报案 警察半个小时之内都还赶不到 所以他赞成成立行动派出所 而根据柯市长的指示 现在台北市警局已经草拟出来了 未来的行动派出所 很可能是这样的 在配备上面是改装一辆中型的警备车 搭配两部警用机车 还有四名警员 那么警备车上面呢 有检疫的报案系统 有酒测器 手提电脑 影印机 还有监视器等等可以做笔录 机动的受理民众报案 处理车祸 甚至是办刑案 一辆辆的中型警备车 都是台北市警局 目前用来当作机动派出所 但旨在特定节日出动 而选前柯文哲提出的 行动派出所方案会不会成行 现在有里长率先呼吁 一定要办 行动派出所刚好符合我们的需求 我们就希望说 在我们社区 这个这么狭长的社区 经常看到警车 来保障我们的身家的安全 身家的安全 当然是每个里面都乐意 乐意看到这样子 许多交配员的地区 交通不便利 民众想要报案得跑到三公里外 现在传出台北市警察局 要将现有的中型警备车改装 未来可以在车上制作笔录 受理民众报案 但都只是构想中的蓝图 要怎么落实 意愿似乎不是很看好 听起来是可以方便一些 比较可能偏远的地方 这个比较不容易 警力比较不到的地方 那感觉起来 他可以激动的 做调整 那但是呢 事实上 跑来跑去的派出所 恐怕也有一些问题 就是民众真的要找的时候 他未必就在他所要的位置上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后宣誓要白日为新 但是选前提出行动派出所选后要怎么兑现 有议员建议先从小地方事办 那现在行动派出所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我报案到底要怎么报案 可能会挑战大家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来事办 让台北市民开始了解什么叫做行动派出所 那也藉由这样再去调 再去检讨行动派出所 可能设置之后的这个政策的优劣 柯文哲大刀阔府说要撤掉派出所 但从选前到选后引发一连串的反弹声浪 尽管现在有里长率先相挺 但怎么配套怎么样更有效率 恐怕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月电TV王世凯 沈永沛台北报道